Hello,大家好,我是小玲 大家是不是在我们小玲玩具频道 已经认识了这个非常可爱的迷你美美了呢 那大家好不好奇我们美美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呢,小玲要给大家介绍的玩具就是 这一个长大后的美美了 那我们长大之后的美美 她想做很多事情 其中一个呢就是成为一个时尚鞋子的设计师 那我们今天就赶紧去美美的店里看一下 都有些什么漂亮的鞋子吧 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美美的时尚鞋店了 你们快看,有好多漂亮的鞋子哦 你看这个是粉色的梁高跟 然后上面呢有黑色的蝴蝶结 这边呢是一个桃粉色的梁高跟 黑色的哦,还有这种紫色的娃娃鞋 还有靴子呢 美美美美,你设计的鞋子太好看了吧 我好想赶紧展示给大家看 你可以当我的模特吗 可以啊可以,当然了 我非常乐意 好,那美美你想先穿哪一双 嗯,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粉色 然后带黑色蝴蝶结的梁高跟 帮我先穿这一双吧 好啊好啊,来小玲帮你 美美,你看你的鞋子已经拿下来了 我帮你换上 哇,这双鞋子好好看,真的 我觉得和裙子很配 哇,如果这双鞋呢 现实生活中有卖的话 小玲也想买一双 这双鞋很好看吧 嗯,这双鞋呢 我设计的时候也觉得非常好看呢 另外哦,跟这双鞋比较像的 还有一双,就是这一双 嗯,小玲,要不然你帮我再试一下这一双吧 我们帮美美把这一双也拿下来 看看呢,这两双哪一个更好看呢 哦,我觉得这一双好像看起来更适合夏天耶 这个配色 白色呢,再配上紫色的花 我们现在呢,就给美美来穿上吧 穿好了,美美 哇,我觉得这双鞋 好像更淑女 比刚刚那个更好看呢 对吧,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配色 真的更适合夏天穿呢 看起来非常清凉 现在呢,刚刚试了两个凉高跟 哎,美美,你要不要来试一个 这个不入脚趾的 这种比较正式一点的黑皮鞋呢 好呀好呀,给我试试吧 美美你看,这个鞋子已经拿下来了 哇,我觉得好像那种童话中的水晶鞋哦 赶紧给我美美穿上吧 哇,我觉得还不错耶 而且这个鞋子是透明的哦 小玲,这双鞋子也很好看吧 不过我觉得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都是我设计的三种 比较淑女,比较公主的鞋子 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设计的这个紫色的娃娃鞋 你帮我拿下来吧 好啊好啊 现在呢,来给我美美穿一下她设计的娃娃鞋 哦,这个鞋子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大 这双鞋好像对我来说确实是马术有点大 嗯,小玲,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罗马鞋吧 我的罗马鞋设计也是非常棒呢 好啊,那我们先穿哪一双罗马鞋呢 是这双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嗯,我想先穿黑色的吧 嗯,好的,马上小玲给你拿过来 给我们的美美穿上这个非常帅气的罗马鞋 又帅气又性感 果然啊,这个罗马鞋一穿上呢就有女神范了呢 要不然我们美美再穿一下这个红色的罗马鞋吧 好,给美美穿上这个红色的罗马鞋 好像跟黑色的那个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哇,红色的也很不错呢 啊,对了,小玲,你看 我这里还有一双靴子,你觉得好看吗 哇,这个靴子好好看啊 对啊,对啊,我们要不要试一下这个靴子给大家看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穿上 哇,靴子也穿好了 没想到靴子也很适合这身夏天的装扮哦 今天呢,大家就跟着小玲呢 一起到我们美美的时尚鞋店里面去看了一看 大家觉得我们美美设计的鞋子当中哪一个最好看呢 小玲觉得呢,就美美今天这身衣服还是刚刚这个白色 然后呢,带紫色小花的两个鞋最好看 大家觉得呢 好了,今天呢,大家就跟着小玲一起去我们美美的时尚鞋店转了转 怎么样,我们的美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后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大家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哦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